大家好,我是福来 108道鱼的做法今天又来了 这是一款海鱼,好吃而不贵 鱼的新鲜度就要从它的眼睛看起 这款叫棍吉鱼 现在可以看到每条鱼的眼睛还没有反白 还是发亮发亮的 说明它的新鲜度非常好 而且在鱼塞的地方还没有变白 还是鲜红的 在处理的过程中尽量不要把鱼肚子弄破 要保留整条鱼的完整度 再把它冲洗干净备用 接下来准备配料 生姜把它切片 这个可以放多一点 还有蒜米三大五颗就够了 把它拍碎 这个是豆豉 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了 那么接下来开始表演 先把锅烧肉 再加入冷油 煎煎的同时可以提前加入一定的盐在锅里面 然后再把鱼倒进去 提前加入盐的好处就是鱼皮不粘锅 而且还不辣 这个也是煎鱼的一种小窍门 这款棍吉鱼的小翅骨是很少的 而且还很细 只要你煎煎它干香 全部都可以吃完的 而且还不会卡好 因为它的肉质和淡水鱼是不一样的 特别是成菜时出来的口感很结实 煎煎两面金黄后把它倒出 再把提前准备好的料头放到锅中 煸炒出香味 还有豆腐同样是要炒过 然后再焖煎 这样它的香味才会更快速的释放出来 加入鱼的时候 再从锅边淋入适量的米酒和生抽 这样可以起到一种气心增香的效果 加入清水的时候要没过所有的盐材料 调味的时候 加入适量的盐糖胡椒粉 煮开后整个焖煎的时间 大约在10到13分钟左右 这个时候就要改为小火了 平时有些朋友以为海鱼都是很贵的 其实也有便宜的 甚至比淡水鱼还要便宜 就现在我做的这款棍子鱼 比炸豆腐还要便宜 就几块钱一斤 如果明天你还想不出吃什么菜 你可以试一下这一道 绝对下饭 先别说鱼用 就用一勺汤汁来拌饭就很开胃了 而且鱼用很结实 香香味浓郁 无论是大人小孩都喜欢 这种鱼是没有小吃骨的 但是一定要煎个香 然后焖的时间一定要煮 这样才好吃 所以 嗯